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慢慢看 有啦有啦 哇 直接衝出來了 哇靠超大隻 OMG 哈囉各位學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AutoMan 今天呢 我們來試玩這一款 環太平洋模組 這個模組呢 老頭昨天找到的 那 在這個 創意工作坊裡面 然後有點難找 但是還是被老頭給找到了 那我們上次的那個漫威模組 應該就不會再繼續下去了 除非他有重大的更新 或者是剛好他更新的東西 是我有興趣的 我可能才會回去拍漫威模組 那麼呢今天呢 我們就來用這個環太平洋模組 來玩看看 裡面到底有什麼些 奇特的內容之類的 那該怎麼講呢 這個環太平洋系列 其實老頭都沒有看過 嘿 然後 不過我大概知道 我看過預告片 反正就是一群人 然後加著大型的機器人 然後可以在這個城市裡面穿梭 但是具體的 具體的這個 電影的劇情呢 這我就不清楚了 聽說是有出到二代是不是 環太平洋二是不是 然後聽說第一代比較好看 第二代就還好這樣嘛 這我就不清楚了 所以說待會這個模組裡面呢 有很多老頭完全不知道的東西 這個請見諒齁 這個請見諒齁 這個請見諒 我只覺得這些機器人 他媽的超帥 然後拿出來 爽一番這樣子 嘿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齁 先來看 你看這邊就一個環太平洋 然後呢 他的製作工具只有一個 叫做環太平洋工作平台 先把他弄出來 讓你看 哇賽 你看光是這邊就這麼多 危險流浪者 什麼 幽靈毀滅者 地獄反擊者 狂怒黑曜石 英勇保衛者 這恐龍名稱呢 你們應該會很好奇恐龍名稱是什麼吧 恐龍名稱沒有什麼 恐龍名稱是會讓你當機的 跟之前的那個 漫威模組裡面 那個什麼角色 角色什麼 一般角色還是什麼 特殊角色之類的 會讓你當機 這應該是沒有做好啦 就是這個東西不該存在啦 你把它弄出來 你就準備當機吧 好不好 然後再來這是什麼 核心晶片 喔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環太平洋的工作台 喔 結果 喔靠 好大一台喔 也太大了吧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環太平洋的工作台 哇 我要從哪裡上去 哇 這麼帥喔 走過去直接穿上來喔 哇 Amazing 阿這是離開嗎 這是不是離開 阿這邊沒有什麼離開啦 離開是這裡嗎 我們要直接跳下來就好了 哇 怎麼那麼帥氣阿 這可以直接傳上去欸 死給欸 阿怎麼又不能傳了 阿剛剛那是甲殼是不是 阿 傳是哪裡 這裡吧 這邊可以傳上去 有沒有超屌的 我來看一下 阿 不對阿 阿我站上來不能按阿 阿 在這邊 長按有更多的選項 欸 阿 哪一個是 啟動阿 這個難道 只是給你裝備用的 我剛看到這邊 阿該不會是這個吧 是不是 阿在這邊阿 哇 怎麼那麼酷阿 哇 他需要的材料好酷喔 核心晶片跟泰克發電機六台 然後那什麼 幽靈毀滅者設計圖 哇靠 超帥的 然後這是 阿 這是我們那個 一般的 一般的那個 一般方舟該有的藍圖阿 所以說這沒什麼好看的 唯一要看的話就是 欸 泰克鞍 好 這個都是方舟的東西 唯一要看的就是這前面這幾隻 然後護甲的部分好像也沒多什麼 對沒有錯 護甲的部分也是方舟的 欸幾塊為什麼那麼傻 怎麼只有123456789 九台而已 怎麼只有九台 對阿 我還以為說 呃 台數會多一點 還是說 另外一個在另外一邊 阿沒有欸 沒有在另外一邊欸 哈哈 沒有在另外一邊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不管了 我們要不要用ACM直接召喚就好啦 還是說我們要直接在這邊弄一隻出來 可是因為弄一隻出來所需要的材料非常的多 而且重點是 核心晶片要怎麼取得 這裡完全沒有給你一個教學 告訴你說 核心晶片 欸要怎麼弄到手呢 沒有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慢慢看 有啦有啦 哇 直接衝出來了 哇靠超大隻 OMG 然後突然下雨了 哇 這個就是鳳凰遊擊室 香吉室嗎 1500等 哇操 哇 這也太帥了吧 哇 正義左拳 哇 OMG 右鍵 哇 螺旋丸 拉仙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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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西劍 哇 三崩地裂 這也太帥了吧 我的天啊 哇 哇 這個可以拿來打那個 滅絕裡面的泰坦了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會打輸欸 呵呵呵 到時候可以來對抗一下 我們滅絕的泰坦 不過滅絕的泰坦應該比我們還要大隻喔 我們這個可能只算中等而已啊 哇 你看超帥的欸 你看他揮拳的時候他那個左手 哇 那噴射器欸 噴射動力裝置 然後你看他的那個後腳跟有渦輪 欸 怎麼沒渦輪了 右鍵 螺旋丸 C鍵 哇 噗 哇 超屌超屌超屌 這隻不錯 然後 只有C鍵跟左鍵還有右鍵 沒有什麼太多其他的功能 這隻呢 給他吃一下這個好了 欸會打到這個喔 會打到粉塵欸 唉唷 會打到粉塵 原來如此會打到粉塵 哇靠超痛的 從上面跳下來 掉了三分之一的血量 哇 超帥 鳳凰遊擊士帥爆了 真的是帥爆了 我們再看一下好了 我覺得都不要用從這邊製造了啦 我們就直接用那個 ACM好了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用ACM了啦 用那個製造太浪費時間了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看 就直接從這邊看啦 好不好 我們剛剛好像是用到什麼了 我們剛剛是用 鳳凰遊擊者嗎 我們看一下危險流浪者好了 然後1500等 然後我們給他就是用個 馴服 好出來了 哇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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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左邊那個是劍 哈哈哈哈 啊那個是怎樣 胯下 胯下在尿尿這樣子 左劍 哇塞 哇這個左劍超屌的 這個劍也太長了吧 哇 屁啊 欸沒打到 屁啊 打到9000多滴 右劍 哇跳在空中 然後尿了一滴都是這樣子 C 欸這個好帥喔 這個該不會就是 這個該不會就是 環太平洋的主角吧 主角機器人 流浪者 很像啊 因為我印象中 環太平洋主角機器人 中間有一個 那個類似像 渦輪的那個 能量核心啊 這隻該不會就是了吧 好帥喔 天哪 我看一下跟這一隻 鳳凰 這個身高有一樣嗎 好像是我比較高欸 對啊 是我比較高啊 還是因為說這隻有駝背 沒有這其實是我這隻腳比較長 他這個 鳳凰這一架呢 他的這個身形 有點像那個 那個冒險聖歌裡面的巨像 有點像有點像 我們撥一下直接不見了 欸然後可以不要一直下雨嗎 這什麼突然 召喚機器人 就會來一個爛天氣 等一下喔 我把天氣稍微調整一下 希望不要下雨 弄個好天氣吧 有了好天氣了 幹什麼 幹什麼東西 這小王八蛋 哇這帥爆欸 我天哪 我們再來玩一架好了 這架很帥 超帥 各種機器人大合集 欸幹什麼幹什麼幹什麼 睡覺睡覺 乖 乖 這個是 蟻是 炸爆了 我們看一下幽靈毀滅者好了 可以看嗎 才是たし 神之鎚 去打我們那個滅絕的泰坦 或是冰泰坦我覺得都很爽 右鍵 把斧頭丟出去 我有沒有看錯 沒有沒有丟出去 我也有丟出去 想說有丟出去就帥了 C鍵 哇賽 哇這個質量也太高了吧 我真的覺得環太平洋模組這個質量好高喔 雖然說 他這個攻擊的時候會有滑步的這個 動作感覺有點生硬喔 但是我真的覺得他某一些動作我覺得 很有細心的在處理欸 再加上這些貼圖 我真的覺得好棒喔 如果他把這個攻擊缺點阿 比如說 你看像我左鍵出手的時候 有沒有我在地上滑行 這個地方把他改成就是 我邊攻擊邊移動 腳有在動 我跟你講他媽超流暢 很流暢 很流暢非常的流暢 我在跟你開玩笑非常的流暢 來喔我現在來稍微 評一下好了 我來試試看這樣 跟自己的另一個自己對打看看會怎樣好了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 人物要先開無敵吧 不然被一個範圍記尻一下 我是不是人就死沒辦法架死了 來來來來 魂太平養 我們剛剛召喚的是 幽靈毀滅者嗎 我們不要召 隊伍的我們直接野生的 好不好 咱們就直接給他野生的出來 出現了出現了 欸阿怎麼沒有血量 血量呢 欸他打我欸 打不到我 怎麼可能 攻擊 哇 哇 哎呦哎呦哎呦 哇呦 哎呦我被打到了 不過我攻擊比較高 我好像 比較 比較有 比較有機會贏 呵呵 兩個在那邊跳 哇 我看不到在哪裡啊 我靠我站他頭上了 我天啊 唉呀 跑遠一點啊 這是哪裡 咦我看不到 八百多 傷害才八百 八千多 我來看一下 點一下攻擊力好了 這數字 看不下去 然後他還在打我 打下去 有一萬七了 氣死吧 使用我的右鍵轉轉轉 轉 右鍵轉轉轉打比較痛 我要贏了 不好意思各位 死去 然後死去之後呢 沒有給什麼東西 就這樣突然消失了 好吧 呵呵呵呵 笑死 好吧 這就是我們的流浪毀滅者 還是叫什麼 蛤對 幽靈毀滅者 幽靈毀滅者 哇這實在太帥了 這三架機械 我一定要把它擺在一起 好 就有點類似 像你們在家裡收集模型 就是要這樣才帥 你們覺得 你們收集模型就是要這樣才帥 帥爆了 好吧 我覺得今天差不多先試玩到這邊結束 我們知道後續的話 還有幾個啊 其實老實說這至少可以拍個 四集或五集左右 對啊 你看他什麼吉虎 然後迅龍 哇 這個看起來就像是那個滅絕的泰坦王啊 搞不好同一隻吧 還有什麼 勇者歐米迦 隱形 浪人 什麼諸如此類的 哇這些帥 帥爆了 欸這隻有點像 冰泰坦欸 你們覺得像不像 有點齁 好啦我們之後再看看好了 欸這什麼 雷怪 怎麼有點像迪亞布羅 不管了 好啦 反正我們下一集呢 一樣就是會用這種方式呢 做介紹 做試玩的動作 讓你們看一下這些酷帥的機器人 老頭看了也是熱此不疲 超爽的 好啦 我們下一集呢 有機會再見面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給訂閱 右下角 還有喜歡 歡迎加入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的這個環太平洋模組 再見面了 掰掰 好 拍照 み一會兒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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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